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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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支持失败重做的 相比于Devism Flinger CDC增量快照的话 全增量一体化可以提供无所读取 并发读取和断点细传的这样一些优势 我先介绍一下Flinger CDC全增量一体化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概念 首先就是对于数据库来说 它在全增量一体化同步过程中 首先包括它历史的全量数据 剩下的就是实时更新的一些增量数据 Flinger CDC会先去读取全量数据 然后之后再逐步的同步增量数据 从而为用户提供一个实时一致性的一个快照 下面的第二个部分我想介绍一下 Flinger CDC 2.4版本的一些更新和社区的一些概况 Flinger CDC 2.4版本的话 总共有32位贡献者参与了贡献 关闭了艺术是有141个 然后合并了PR是86个 总共一共合并入的Committer是96个 从CDC 2.4版本的Commit分布上来说 可以看到MyCircle 作为使用最多的一个Connect 在2.4版本也有一些修复和功能添加 剩下的话我们也对具体的CDC 官网的一些文档进行了一些改进 还有就是PostGridCircle和CycleSourceCDC 连接器在2.4版本 接入了增量拨战框架 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Oracle Witness之类的一些连接器 也有一些修改和加入 下面我用这样一张图主要介绍一下 FlinkCDC 2.4版本新增的一些内容 首先就是我们在2.4版本 加入了VITIS的这样一个连接器数据源 其次的话是PostGridCircle和CycleSource 连接器都接入了增量拨战框架 可以提供断点续传并发读取 无所读取这样一些特性 还有就是对Flink 就是MySQLCDC连接器 进行了一些额外的支持 主要的就是支持了一个 无逐渐表的读取 Oceanbase连接器的话 是支持了Oracle Model 之后对于CDC底层依赖的 Depism目前是升级到了1.9.7 Final的这样一个版本 目前2.4版本的话是 新加入了对于Flink1.17版本的一个兼容 目前是一共兼容1.13到1.17 五个版本的 增量快招框架部分的话 新增了一个功能是支持自动释放资源 后面我会再对这样一些功能 进行一些详细介绍 FlinkCDC目前社区的话 右边的这个数据 可能是没有更新过的 可能会有一些增加 Star数的话 是达到了4000多 Flink1.4K 这贡献者现在应该也有100人 社区群的话 是我们建了一个钉钉群 是帮助社区用户互相之间交流问题 社区用户数应该达到 8.9K 可以看到左边 Star的History的话 CDC的增长也是比较快的 我在下面也贴了叮叮号 感兴趣的同僚的话 可以加入进来 包括共建和讨论FlinkCDC相关的内容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 FlinkCDC 2.4版本的一些核心特性和重要的改进 主要是想介绍一下这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Vitness 新的连接器的支持 还有这就是新接入的 增量快照光架的Prot-Grid Circle Prot-Circle Server 连接器 还有就是增量快照光架自动释放资源的一个功能 还有就是对于 MyCircleCDC00系的一些功能的一个改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Vitness 这样一个 就是说数据库解决的方案吧 Vitness 它的主要的用于就是用来部署拓转和管理 那个MyCircle数据库实力的一个数据库解决方案 简单看一下中间的一部分 它的一个构造的话 它的主要的一个服务是Vitget的这样一个服务 它下面有两个最主要的服务 一个是它的Engine和VStream Engine的话主要是处理和分发 分发那些比如说Select或者说DML DDL 给下游的它管理的MyCircle实力 然后之后CDC主要关注的就是VStream这样一个 编更服务的一个订阅 可以看到下面的Shot的话就是 一个Vitness的一个管理的话 它可是管理多个Shot的 每个Shot可以对应到一个具体的MyCircle实力 这个连接器的话也是来自于 国外的一个Vitness的一个 Simonos的一个开发者 贡献的 从2.0版本就一直秉持着 那个Upstream First的一个贡献精神 就终于在2.4版本在贡献者的合作下 终于合金进来了 在介绍后面的内容之前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弗林克CDC的 增量快照框架 弗林克CDC增量快照框架 是为了便于弗林克CDC的 那个连接器的developer 它去利用到之前所说的一些 多连续传 越发读取 无所读取 这样一些特性所抽象出来的 这样一个框架 它的主要的部分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全量阶段 全量阶段的话 主要的就是读取的全量数据 历史数据 对于它需要捕捉到的每一个表 它会分成多个分片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trunk 之后再去分配给对应的下游的task 读取数据 然后在增量阶段的话 读取的就是具体的变更数据 拿MySQL来说的就是读取的 它的blog的一个变更数据 它是单密发读取的 两个阶段之间的切换的话 是全自动的切换 就是用户不需要关心的 在2.4版本中 PostgreSQL和SQL Server两个连接器 都接入了这个资量快速框架 提供了断点续传并发读取 无所读取的功能 对于PostgreSQL上来说 它是需要依赖于replication slot 去结合upput plug-in 去读取它的一个变更数据的 其中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实际上在读取过程中 因为涉及到PostgreSQL 它的slot是不能冲突的 所以说我们在创建过程中 实际上会创建多个replication slot 首先在并行读取阶段 因为我们涉及到 在读取快照的数据的时候 还需要启动一个back file task 去同步在读取快照阶段数据 发生的这些变更数据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 我们会建立跟它并行度一样的slot的数量 这个slot的名称会以 目前在2.4版本中 用户是需要强制配这个slot name的 所以说我们会用slot name加上下滑线 加上具体的subtask id 作为它的一个slot 这部分的slot是在读取完后 是会删除掉的 在增量阶段的slot的话 就是用slot name 创建的这样一个replication slot 这个的话 因为涉及到后面可能断定续传 需要读取这些停止阶段的数据 所以说这个slot是停止后不会删除的 Cycle Server上来说 这13快照框架 需要开启对应的数据库的一个 捕捉变更数据的一个功能 并且它是通过它里面的一个 它会创建一个change table 去捕捕这样一个变更数据去读取的 PostgreSQL的话 它是读取的 通过那个WAL的一个位点 去决定断续传的位置 然后这个Cycle Server的话 是通过LSN去确定这样一个位置的 目前CDC截至到2.4版本的话 介入的私量课照框架如左边 之后在2.4版本也进行一些丰富 之后后面也会计划有更多的连接器 会接入到这个增量快照框架里 下面我介绍的一个功能 是增量快照框架的一个 在2.4版本一个增强 就是自动释放资源的这样一个功能 之前我介绍过增量快照框架 就是在它的增量阶段 它是单密发读取的 单密发读取的话 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有很多的reader 它是空闲的 这部分资源在以前的版本中 是没有办法释放的 就是在全量阶段结束后 是很浪费的 在2.4版本中 我们提供了自动释放资源的 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说相当于后面 在增量阶段 就会默认地把空闲的reader给关闭掉 这个功能的实现的话 是依赖于Flink 1.14 要在那个 因为关闭掉的一个reader 它是会成为一个finish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要做checkupon的话 还是需要在1.14版本之后 再去使用这样 开启这样一个功能 这样一个功能 主要的一个实现的话 就是依赖于Flink 27 它本身的框架的一些功能 就是我们会分配了 那个读取增量阶段的任务的 这样一个split 我们会在Innovator做记录 当其他的subtask 去请求对应的那个split的时候 我们就会声明 就是说没有更多的split 就是通过Single No More Split的方法去通知SourceVid 然后通知它关闭自己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 MySQL CTC在2.4版本的一些 新增的功能和问题的修复 首先比较重要的就是 Flink CTC在2.4版本 都支持了五主间表的一个读取 五主间表的读取的话 因为我之前介绍过 在增量阶段 我们是把每个表 要切分成多个分片的 所以说是强制需要用户去配置 PPT上这个trunk trunk kick long的一个配置 指定它的一个分列 这样我们才能去把它 分成多个分片去读取 在使用过程中 我们是建议指定的这个列 最好是有主件的 不对 最好是有所影的 这样的话 我们在全量阶段读取的时候 查询速度会更快 并且这个语意的话 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限制 就是说你选择的列 如果没有更新的一个变化的话 是可以保证一个ZFA once的 如果说存在更新操作的话 它是只能保证at least once的 这样一个语意 这样一个限制的原因 是由于那个Maseco 它的binlog实际上 如果说你在主件上的更新 和在所有以上的更新 会产生不一样的数据 就是说在主件上更新 它会发两条binlog record 下来 但是在五主间表的话 你的更新 它会放在一个update里面 所以说对于reader上来说 它可能里面存在了 某一个死不立的处理了 它不应该处理的 这样一条数据 所以说无法保证 可以 advance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话 就是Maseco CDC在2.4版本 对于新增表这样一个功能 支持了不断流 新增表的话 目前我们是 我们定义的话 就是说在0.0重启的时候 原来没有匹配到的表 可以在后面继续 进行一个全增量的读取 在2.4版本的话 这样一个逻辑的话 之前的逻辑的话 是全量阶段 要读取完之后 才能继续增量阶段读取 但是现在 在2.4版本的话 实际上 这两者可以是并行的进行 就是说不会阻断 原来的增量的继续读取 提高了用户的体验 此外的话 就是2.4版本 对MySQL CDC 还有很多的一些问题修复 比如说之前提供的那个Blog 未典 无法从C1启动的 这样一个问题已经修复了 还有就是对于一些特殊字符的一些兼容 还有就是大小鞋导致的一些分片问题的修复 2.4版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修复内容 就是如PPT这里简单列举了一下 首先就是 Devism版本的 从1.6.4升级到1.9.7 然后这样的一个引入的话 主要是引入Devism本身它的一些问题的修复 比如说部分DDRL解析的失败的问题 或者Oracle事件的一些额外信息添加 或者说MySQL的阶寸函数无法解析 都在新版本里进行了一些修复 对于MongoDB CDC上来说 它支持了额外的这样一个 时间捉取消费数据的功能 并且它额外支持了MongoDB 加上那个SRV的连接的一些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的修复 还有就是之前介绍过的 就是Flink额外支持的版本增加了1.17 还有就是之前在2.4版本以前 Oracle CDC全量阶段 可能存在一些数据正确性的一些问题 在2.4版本都进行了修复 对Ocean-based CDC来说 在2.4版本它增加了 JTBC参数的一些额外支持 并且支持用户去指定它使用的驱动 包括对Oracle数据类型的完善 还有一些问题的Bug修复 在2.4版本中我们是添加了默认 会将CDC连接器打印的 配置信息进行打印的这样一个功能 便于用户去排查问题 接下来第三部分我主要介绍一下 阿里云内部基于Flink CDC 在一些通点问题上的一些实践 实际上Flink CDC数据集成 经常预见的两个处理场景 第一个场景的话就是海量CDC的实时数据ETL 这样一个场景的话主要的就是 用户汇读取海量的这样一个CDC数据 通过Flink进行一些ETL处理 最后再写入到下游数据户 或者说数据仓库中 常见的一个场景 比如就是通过JORN打宽表 在写作下游 还有一种场景就是 实际上日志数据已经在 汇入到比如说Kawka 这样一个消息堆列里 之后会需要把这些日志数据 进行实时的入户入仓 针对这两个场景 阿里云内部都有一些对应的解决方案 并且对一些通点问题 进行了额外的增强 在海量CDC数据实时ETL处理的过程中 可以看到因为我们CDC的话 是要读取Blog的 而是然后MySQL的话 可能就是当你的作业规模 逐渐地扩大 数量逐渐增加 你可能开启多个作业 可能会就要开启多个Blog去访问 对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压力会逐渐增加 而且很难去拓展 或维护 然后如果越来越多的话 也有可能影响到目前线上的业务 然后用户是不太能接受的 针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提供了一个 就是说CDC整库同步卡夫卡数据的这样 数据库整库同步卡法这样一个方案 去通过卡夫卡的一个消息对列去解决这样一个热点问题 在实时计算Flink平台上 我们可以开发一个CTS CDCTS这样一个整库同步 或者同步某些表这样一个作业 对应的卡夫卡集团里的topic 去进行一个数据的处理 开发这样一个功能化需要用到 比如说我这里简单写了一个 就是说CTS这样一个语义法 Quick database as database 这样使用的话是要依赖于 就是说对应的catalog的 因为我们需要通过catalog去建topic 获取对应的表的一些信息 这样一个整库同步作业运行起来之后 比如说MySQL里有三张表 order,user和address 然后之后它会通过CTS 这个同步同步的一个方案的话 就可以对应的同步到下游的卡夫卡里 卡夫卡里创建的topic都是compacted topic 就是说它会保留所有的数据 并且对相同k的数据定期地进行compact 具体存储的话 要求的话是必须有主件表 才能进行这样一个使用 存储的话会在卡发消息的k里面 存储它的一个主件 在value里面存储额外的数据 并且存储的一个模式 目前是只使用json format去存储的 还有一种常见的场景 实际上是在用户使用的过程中 经常会遇到blog 过期的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的发生可能是因为 全量阶段它处理的速度不够快 然后之后就导致 再加上其他的修改 导致blog很快地达到了它的size 去过期了 然后之后下一次在增量阶段读取的时候 对应的未典的blog 它已经被可以说是drop掉了 就是说不存活了 没有办法读取 之前常常建议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 然后让用户去调整 对应的MySQL集群里的blog 保留时间 但是如果说保留时间已经调整 无法满足要求的话 可能就是很难去处理 在阿里云内部的话 我们是结合MySQL集群的能力 如果说它支持 把对应的blog去持久化到远端 实际上我们在读取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全量切换到增量阶段 发现你的blog已经不存活了的时候 我们可以支持它自动地去 那个OSS上面去对象存存 去读取具体的blog日志 放出在读取完这个blog之后 再去切回到已存活的blog 去继续读取数据 这样一个方式去避免这样的问题 对于日志数据实时入户入仓场景来说 用户正常的开发流程的话 可能是通过create table 然后之后insert into and select 这样一个语法去编写作业 但是这样的一个操纵模式的话 就是导致用户如果说有多个同步作业的话 它可能需要create table很多次 并且不同的作业之间 可能有重复的这样一个工作量 比较耗时而且难以维护 之后我们是提供了 就是结合基层canalog 通过CTS 语法 支持自动化地去进行这样一个 入户入仓的操作 具体的一个行为的话 可以看像图中比如说 卡佛卡里有个topic monitor log 它具体的话是下面有key 有value 因为在通过CTS整库同步入户入仓之后 它的我们会对应的创建 因为也是为了避免那个自断冲突 我们会在对应的自断前 如果它是key的话 我们会加上key下滑线的一个前缀 value的话是value下滑线的前缀 再去同步到具体的下游的数据户 数据仓库中 并且我们也支持使用一些 我们也会默认添加一些 就是卡佛卡topic的一些原信息 比如说potential 和offset之类 这样的一个整库同步的语法 就是可以像我右边看到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语句 就直接进行完成一个同步 这样的一个优势的话 就是说开发很简单 而且并且通过catalog的一个能力 我们可以自动键表 类型自动运设 不用做一些无用的额外的操作 并且这样一个同步语法的话 也是可以当发生schema变更的时候 是可以直接同步到下游的 最后的一个part的话 我想介绍一下目前CBC未来的一些规划 CBC目前未来的规划的话 首先第一点就是可能需要丰富更多的数据源 然后之后推动增量快招框架 去接入更多数据源 去支持断点续传 并发读取 无所读取这样一些额外的特性 还有的话就是 增量快招框架目前接入的时候 比如说在2.4版本 在去开发者接入的时候 实际上也预想一些复用的一些问题 也会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优化 减少就是说开发者接入的一个工作量 还有的话就是后面会继续去完善监控 并且提供一些线连的功能 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 应该是依赖于Flink本身 里面比如说 1.18可能会新加入的一个 Splitted Enumerator 或者Guru的一个接入 然后也能让CBC去提供更多的一个监控指标 观察任务状态和具体的压力 实际上在就是说 在看用户的使用方式的过程中 发现用户很多很有特点的一些使用方式 然后之后我们也会考虑进行支持 比如说支持更多的语义 比如说支持At least Advanced语义 还有就是说更多的启动模式 比如说Snap Shot Only 然后之后来帮助用户解锁更多的一些使用场景 后面的话也是 最后一个内容的话也是 可能考虑到Flink本身Connector也是 都拆分到外部了 之后并且支持的Flink版本 每个版本可能也会只支持具体的几个版本 所以说由于Flink版本数件叠加 所以说CDC后面也会对于每个CDC版本 可能只支持最新的三到四个Flink版本 就这样考虑 我的分享大概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も 你 的